底下一个问题 这是临宗 如果一心念佛 看见佛来了 是继续老师念佛号 还是欢欢喜喜的跟佛走 念着佛号就跟佛走了 如果把佛号忘掉了 欢喜心一现前了 欢喜心是烦恼 你看七情五欲 七情里面 第一个字喜 喜怒哀乐爱五欲 所以要晓得 欢喜是情直是烦恼 临终时一看到欢喜的时候 就去不了了 烦恼先前了 烦恼是一掌 那个时候不能带业障 带业往生是带旧业 不带新业 临终见佛要生欢喜的时候 这个事情麻烦了 所以平常要训练 怎么念佛呢 见到佛像 见如不解 继续佛号念下去 若无其事 这是对的 所以佛的事 所以佛为什么不常常现身给你看 一现身你就算烦恼 你就堕落 所以不现身 什么时候现身呢 你心也如如不动 这个时候佛会现身给你看 给你做证明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现在不现身是你受不了啊 佛是成就你的道意 不会破坏 谁会破坏 魔会破坏 魔献佛菩萨的像 来逗你 来破坏你 那这个事情很多啊 看到这个人用功用得不错 哦 一见佛就佛像是吧 好 欢喜先升起来 傲慢先升起来 我的功夫不错 我见到佛了 他们都不行啊 他们都没见到啊 这个念头升起来就堕落了 就去不了了 那几个人能向慧元大师 我们在高僧传你们看到的 慧元大师一生 三次见到极乐世界 从来没一个人提过 那临命中的时候 佛来接引 这个境界又先起 他告诉大家 我寿命到了 我要往生了 极乐世界 先前了 对 像这种境界 过去我曾经看过三次 他在告诉人 那别人问他 极乐世界像什么样子 跟无量寿经上讲的 跟无量寿经上讲的完全一样 不离不禁 所以 见如不禁 依旧老实念佛 走的时候 也跟他念佛走 也没有动心 这是真的往生了 我闹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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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 我闹路上